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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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七點半 等一下呢我要先去盥洗一下 然後我早上都會洗一下早 再給我一天全新的開始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就要收拾一下東西 準備去吃早餐了 讀一下書之後就要去嫁教 首先呢 電機器一定要隨身攜帶什麼 你知道嗎 一定要隨身攜帶電腦 不然做不了事情 所以我會帶著我的 它是長臉放在我的背包裡面 然後 還有 我的學習神器 iPad 然後 這也是我盡量複習的 控制系統 看這麼厚 這就是大學的原文書 裡面 都是一些 密密麻辣的英文 我覺得這顆是我這學期 算修的是最難的一顆 所以今天要好好地複習它 週末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 這麼厚的一本 這大概有 感覺快要一公斤的重量 放進我的背包裡面 因為我等一下還會回來宿舍 所以 我會帶全部的書 先帶一部分就好了 就放我 早上要讀的書就可以了 早上起來記得喝一杯水 再來 應該就 萬事俱備了 哇 看我書包很重啊 大概有 4 3 4公斤重量 旁邊就是放我的 雨傘 先盼外下雨 外面現在看起來硬硬的 希望不要下 好啦 那我們準備 先去吃早餐 待會見 今天天氣真的是有一點冷 晚上剛下過雨 然後 我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會騎車 為什麼我可以騎車進去校園呢 我在學校做行政公讀 因為我的老闆他算是生長者 所以 我必須有時候要騎車載他去 各個廚師 去送公文之類的 然後今天剛好要去家教 所以就 一起行動唄 有時候這 真的還蠻方便的 不過 我上學騎比較誇張 每一堂課幾乎都有騎機車 這其實其實比較客氣一點 那我們待會餐廳見吧 好啦 各位現在有一點在飄雨啦 所以 原本要給大家看餐廳的樣子 不過 還是改次吧 我現在打算簡單買一個小雞 然後就去圖書館那邊吃 那我們待會見 好 我們終於到圖書館了 剛剛 突然開始 就天氣越來越暗了 然後突然開始飄雨 原本想說要帶大家去看 我們學生餐廳的早餐 這是我今天的早餐 我們餐廳主要有三間 風雲 水墓 還有小赤墓 我等一下不是進去圖書館讀書 我是進去圖書館對面有一個地方叫夜讀區 那地方是 從昨天下午5點一直開到今天早上10點 然後10點之後才是 圖書館開門的時間 現在時間大概就是 開到8點半 按照我的schedule的話 8點半就要開始讀書了 這樣我就趁這4分鐘的時間 把這兩個東西給解決掉 就開始奮鬥 我們到了 兩房子塞 禮財 2 2 4 4 很期待喔 很期待喔 因為我們這個閱讀區是開到隔天早上10點 剛好也是銜接著圖書館開完的時間 那我們就從閱讀區移動到圖書館吧 其實閱讀區有很多地方是不開放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跟我每次去看想要預約閱讀區 其實都有發現位置變得很少 現在讀完書了 我準備要去家教啦 現在差不多是10點半左右 我到家教那邊大概很快喔 20分鐘左右就到了 現在還是在飄著一點雨 不過不成大礙 就是一個很陰涼的天氣啦 濕冷的天氣 有一次做夢夢的到 從校門口被一陣新竹的強風吹到宿舍 來新竹生活個紀念就可以知道這個風很強大 OK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家教吧 我們今天到了家教妹妹的家啦 我教的是國三的禮化 時間也差不多了 現在是10點58分左右 先進去教書啦 大家午餐見 掰掰 那我們開動吧 真的三雙草譜 小時候的最愛 那現在呢我要去全年買一些東西 我的宿舍常常都會放一些豆漿啊 還有香蕉 這個讓我在自己去健身房 健身完之後可以馬上就可以吃到 可以補充蛋白質還有快速補充碳水化合物 風很強大 那我們現在走吧 回到宿舍短暫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去圖書館了 現在大概是2點10分 那我回來換個書 幫一次背這麼多書出去 真的太辛苦了 下午的話我會來弄我的專題 專題還蠻棘手的喔 要用MayLab去模擬電路的特性 然後下個禮拜三就要跟 教授迷停 要交出一個成果 趁今天下午 來弄一下 所以這一本 電力電子學重論 把它放進背包 這本就輕多了 而且它是重論書 然後下午 下午的時候 想要去重訓一下 跟我的室友 所以呢 要帶短褲進去 還有去重訓室一定要記得帶毛巾 這像是清華大學的毛巾 去年還銷路跑的時候拿到了 也放進去 因為今天還蠻多是讀書的行程了 所以 來喝一下雞精 這個味道雞精真的是 不太好喝 真是刺激的味道 不過這個也可以幫助我提升 下午上課不會想睡覺 然後就 差不多可以出門了 待會圖書館見 沒有 我打完燈後它不付我的錢 我直接催眠它 它的頭剛剛怎麼亮了一下 因為它被催眠了 我人超好的 我沒有把它打到半死 再把它在錢拿走 那你催眠就好嗎 對阿 至少它不用受肉體上的痛苦 你找到你私善已久的弟弟阿 沒有 是我要找他弟弟 只是他弟弟被幹掉 所以他不爽付錢 然後我催眠他 你還是要付我錢 好 陳欣 陳欣 說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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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D pose嗎 準備收抄囉 又是一樣的動作 今天吃雞腿排 好啦 我終於排到出廁了 現在時間大概是8點半左右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是練習英文 我現在有在挑戰VoiceTube的HERO零原課程 顧名思義就是你有機會可以用零原就享受到整套課程 好像有點在業配 至於使用一個月下來是覺得自己的聽力有很明顯的提升 我的目標就是在他要求的時間之內完成所有的課程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報名費用給全都拿回來 為了錢一定要加油啊 現在是大概8點半嘛 預計會讀到10點 然後再來就是休息的時間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練英文吧 imagine that you sell ice cream at a beach your beach is 1 mile long and you have no competition in fact he is selling exactly the same type of ice cream as you are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这个周末的一整天的行程啊 那今天总共完成了五件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控制系统的复习 第二件事情就是家教 第三件呢是我的专题 目前完成了三分之一 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跟四友一起去重训 第五件事情呢 练习英文 但是觉得还可以再添加一项 叫做五岁 早上有点太累了 所以在进入区有点大顿 在休息之前我要先吃一条香蕉 然后喝杯豆浆 先来找我的香蕉吧 诶 我的香蕉呢 嗯 香蕉先生原理在这边 可是你好远哦 天哪 没关系今天重训的时候 有练到一招吸星大法 现在试试看吧 好拿到香蕉了 那我们来倒豆浆吧 那最后呢 要非常感谢我的室友今天陪我去重训啊 哇盛奇你今天做了这么多 肌肉会不会痛啊 疼痛指数一到十分 你会给几分 我会给拍 虽然疼痛指数不高 但会一直持续下去 好最后这支影片结束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按个喜欢 还有订阅和分享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 拜拜